郭嘉 mirror 郭嘉雲議員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首先我們請您委員立場 您委員立場 您委員立場不在場 下一位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 各位同仁 丰富的客家文化是桃园的一大特色 尤其是靠山的客家的杨梅 以及滨海客家的新屋 观音 大园等地 都是客家人聚落的大本营 智阳在担任县长的时候 设立了一级机关客家事务局 专责来负责客家事务文化的保存传承等等 这里面杨梅地区多为客家族群 语言以客语为主 占了七成以上 国语次之 在客家人心目中 义民爷的地位神圣而崇高 杨梅的义民祭典已经成为 北台湾客家族群最大的信仰盛事 那新屋区的人口呢 更高达九成都是客家人 永安渔港更被定位为 全国唯一的客家渔港 那宽音乡的客家百年历史建筑物 也非常有特色 它的建筑风格材料上面 都颇富族群的代表意义 那大圆的滨海客家庄 所呈现的海洋客家文化 有别于传统的靠山的客家印象 我们就透过童话祭活动 生活营造 以地景文化等政策作为 来打造桃园客家的集体记忆 进而深化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 这以上呢都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 除了桃园市政府自己的预算以外 这样子就是让资金进得来 让客家精神发扬的出去 那可惜呢 今年客委会依然没有编列预算 所以智阳强烈的要求 行政院应该依法编列 明年度的预算 让客家文化发展基金 不要再有名无实了 这个基金要 真的要有预算编进去 那客委会不能再消极应对 应该要拿出 你客家你那肯定精神 不要说主计处不准 主计处当然会不准啊 那我们设立这个要干嘛呢 你就要具理力争嘛 所以拜托我们客委会 拿出应景精神 来争取编列 让全台湾 尤其是桃园 山客海客的文化特色 可以充分的发挥 保存传承 以上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还委员招顺 主席各位同仁 4月23号 在我们内政委员会 民进党以多数的暴力 通过表决人事案的审查 任用李静勇 可以说是蛮横无耻 民主精神在民进党的心中 其实已经荡然无存 民进党是故技重施 互置一例一休的审查模式 上一次还有一分钟 可是这一次只有三秒钟就通过 根本就是三秒涌 本席在这里强烈的谴责 23号的程序维法 会议无效 民主选举最重要的裁判机关 就是中选会 也可以说是落实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中选会主委这个位置 既然会被民进党用来酬庸败选的县市首长 这样子的人事安排是准备让李静勇 跟前任的主委陈英权一样 制造选举混乱 混水摸鱼 把选务工作当成党务工作来做 借着这样子来影响选举的结果 保证民进党政权的延续吗 中选会在明年选举将会成为一个新冬场 民进党恐怕在2020祭出选举奥博 从去年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清楚的知道 民进党政府借着假新闻的议题 请前党之力打击对手 而且我们也看到 所有的不管是党产会促转会 所有的独立机关 几乎信用都已经破产 但是去年的选举结果 证明一件事 人民并不买单 不管你党产会是东产 或者是促转会是西产 或者是中选会变成锦衣卫 我想选举结果 告诉我们人民 就是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所以4月23号这场闹剧 本席要奉劝民进党政府 我们知道司马昭之心 人尽皆知 摆明了就是要坐票 20201月11号的选举 是多么的重要 是我们人民要展现 我们民主决心最重要的日子 我们不容许任何的坐票行为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呼吁 退回李静勇 守护中选会 还给人民2020干净的选举 退回李静勇 还给中选会 一个干净的空间 让我们人民有2020干净选举的机会 谢谢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中 主席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 全球经贸新局面 台湾准备好了吗 我国经济高度仰赖出口 为有效提升我国精进力 应密切注意关注 近期全球的经贸重大事件 及时提出因应对策 避免我国经贸被变化 近期全球经贸的重大事件 包括第一项中美贸易战 可能近期达成协议 去年4月3号美国宣布 对中国大陆有500亿美元商品 加增25%的进口关税 中美贸易冲突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 但是去年12月1号 美国宣布暂缓对中国大陆商品 进口的相关关税来看 美国可能正在远离尽早 让中美贸易战达成阶段性的成果 避免贸易战的移波 拖累美国的经济 假设美国中美两边的贸易 逆差的问题达成共识 借到时候 中国大陆将会对美国产品及服务 进口大量的增加 可能会排挤到其他国家 在机器设备 原物料中间柴货 领祖界的进口 将会影响我国的出口 另外第二项 今年年底 东协10加6的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可能完成谈判 RCEP成年国包括我国高度重视的东南亚市场 以及跟我国经贸高度竞争的中日韩三国 今年4月影响RCEP成败关键的中日韩三国 已经先进行相关的FTA谈判 并同意在RCEP基础上 加强经贸的自由度 假设我国无法顺利加入RCEP 在缺乏关税的情况底下 将丧失我国的竞争力 企业到时候会用脚投票 减少对我国的投资 第三项 去年底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已经政治生效 自美国退出TPP之后 现阶段CPTPP是由日本 暂时取代美国角色 成英国占我国对外贸易超过20% 除外 CPTPP是求高品质的贸易自由内容 包括电信电子商户竞争政策劳工等方面 让有力加入CPTP的国家 希望介入扩大他们的往南 假设我们没有办法加入 将会对我国贸易 产生重大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此证告蔡政府 不要再操作统独配选票 必须对因应当年重大经贸局势 提出相关的因应策略 谢谢曾委员 下一位请同委员费贞 主席各位同仁 中选会前主委 因为去年公投处理不当而引就辞职 主委一职悬疑了许久 但是没有想到行政院竟然提名李静勇为主任委员 引发外界的高度质疑 中选会是一个独立机关 人事任命本来就要超越党派 以确保他的行政中立 依法来行使独立职权 但是李静勇曾经担任民进党的 云林县县长八年如今执政长却提名不折不扣的民进党员为中选会主委 将掌控全国各式各样的选举 本席想要问蔡政府 中选会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秉持他的中立来客观行事 虽然李静勇表示他已经注销党籍 可是身为一个前民进党倾向鲜明的一个党员 虽然形势上去注销了党籍就能够消灭他的意识形态吗 又怎么样让社会大众来相信他能够公正无私来来负责选务 本席认为李静勇只是为了谋求这个职位而放弃党籍 他的心态可异 行政上不可能不受干预不受干涉 李静勇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连任失败之后 第一时间就表示他要退出政坛结束政治生命 但是没想到短短四个月立刻就接受这样的酬庸 重返政坛而且是接掌中选会 本席要提醒蔡政府 身为一个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诚信 像李静勇这样言而无信出而反而的人 绝对不试任中选会的主委 这个礼拜民进党仗着他的人力优势 强行趁乱在中选会的主委人事任命权送出委员会 意图要讲这个案子强度关山 违反了程序正义 关于中选会主委的任命 需要的是一个无党无私的人 但是行政院目前推出的人选 明显的就是要为了让民进党这个执政党 能够在明年的大选保住政权 把中选会当成是执政党的辅选机关 破坏我国的民主制度 本席呼吁民进党要立刻停止将他的政治黑手 深入独立机关 不要把神圣的中选会变成执政党的独裁机关 这三年多来民进党以多数暴力来凌驾 正程序正义的事件屡见不鲜 自从2016年开始 他审查一例一休的劳动法案 2017年审查前瞻基础法案 现在又要强行通过中选会的主委人士同意权 民进党口口声声都要坚守民主价值 但是为什么他展现出来的都是不正义 来践踏台湾的民主价值 本席要提醒蔡政府 不要再去染指这个独立机关 在执政党的操作之下 独立机关已经不独立 现在的台湾已经面临程序正义 不正义独立机关 不独立的产况 请执政党要三思 谢谢同委员 省委员自会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 列入公报记录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